今天一大早花花就化作啪啪熊背对着游客趴在她的沙发上呼呼大睡 说花花可爱她是真的可爱 她就是静静的趴在那儿我都觉得那就是一个文静乖巧的穿了一身白蓬蓬裙的小女孩 真是可爱极了 趴着一会儿还会挪挪屁屁调整一下位置 天气太热花花趴了没一会儿就起身去水池边 她在水池边咕噜咕噜的喝水 解了渴后她又起身去了小树林 就在无以为花花今天的营业就此结束时 她只是去小树林里解决了她的雄生大事拉青团 花花还挺讲究知道要隐蔽行事 爷爷说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 所以不能当众拉巴巴 现在我是大明星了 更要注意形象哦 花花不一会儿又从小树林里出来了 已睡饱的花花此刻精神了 她又去到了前台 此时弟弟和叶也来了 两只小宝贝排排坐就开始了吃播营业 叶子没有吃多久就起身走了 然后花花一个熊在竹子后面慢悠悠的营业了很久 期间叶子不断的在前台和后花园不停的转圈圈 花花一心当干饭熊 叶子应该是很无聊的 所以才不停转圈圈 花花躲在竹子后面 竹叶几乎把它都遮住了 有的时候探出头来露个正脸 冲冲粉不能让粉丝的票白买不适 今天的花花有宠粉蛋不多 因为她仅仅露面几秒钟她又缩回了竹子后面 快九点钟的时候 花花从竹子后面出来了 然后迈着小碎布一扭一扭地回去了 几分钟后奶爸拿着耙子来打扫前台了 把花花和叶子吃剩的竹子抱回去就清理完成 好了 今天我和弟弟的营业到此结束 以后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